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您使用拐杖或者住行器 是否有足够的空间让您四处随意走动呢? 楼梯上应该有牢固的扶手 以帮助您保持平衡 如果您上下楼梯有困难 不妨考虑多装一个扶手 楼梯的台阶必须防滑 地毯或者长条地毯必须牢牢地固定好 如果您视力不好 可以在台阶上铺设颜色醒目的防滑面 在这个未铺地毯的台阶上就更容易做了 台阶的底部和顶部都应该安装电灯开关 晚上使用自动夜灯来照亮走道和浴室 卧室内的床头灯应该伸手可及 附近放一个手电筒 以备急需 您家里是否养有宠物?猫和狗都有可能被踩到 可以在他们脖子上挂一个铃铛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否在附近了 您的电话是否伸手可及? 不妨在不同的地方摆上几个无神电话 以免急匆匆地接电话 另外 不妨在电话旁边记下紧急电话和常用的电话号码 以便查询 如果您佩戴眼镜 一定要把眼镜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 如果您独自居住 并且担心在家中跌倒 可以考虑使用个人报警装置 只需要按一个按钮 就能够呼叫急救服务 希望这些简单的窍门能够对您有帮助 请记住防止跌倒从家中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